好来看到吉安乡积极争取建设 获得交通部公路总局补助经费 执行乡道花一三线安全生活圈建设 那么乡长游淑珍会同乡代会副主席黄金发 以及多位代表跟村长进行线刊 这个工程将改善人行道路面排水沟盖 以及增设仿光镜等等 预定在12月13号完工 届时将提供给乡亲人文友善的道路环境 吉安乡道花13线是境内重要道路 但是年久失修 人行道和排水沟盖老化损坏 吉安乡公所积极向交通部争取经费 要展开全长1000公尺的改善工程 我们这一次花一三线的整个整备工程 兼具了行人步道的安全 排水设施的一个改善 还有交通路网整个路平的专案 一并的设计在其中 我们相信150天到年底的工程期里面 会带来生活周遭的不便 也请乡亲一起来注意型的安全 让我们克敬职责 完善整个生活圈跟交通路网的建设 谢谢中央的补助 也谢谢地方我们智筹代表会的支持 我们定会做好良善的生活的一个交通生活路网 以及生活圈来努力共够 让我们一起加油 乡长游淑珍和代表会多位代表及村长都到厂来 视察工程的实作情形 对于乡公所积极争取经费 改善交通环境 代表会给予高度肯定 这个工程我们资筹款有240万 我们乡民代表会全力支持对的建设 全要花在刀口上 我们代表会绝对是配合乡公所所有的建设 希望乡公所能够向中央能够积极的再争取 我们代表会一定会全力再配合 吉安乡公所建设可说明 花13线道路品质提升工程 包括了人形步道安全 排水设施改善 路面刨铺整坪 还会加设反光镜 预计在12月13号要完工 届时会提供给乡亲人文友善的道路环境 而在施工期间 乡公所也请民众小心通行 多加体谅 介络会接安乡报道